后妈倒贴十万匆匆把我嫁了,三天回门,看见对我微笑的后妈我哭了。 在我很小的时候,母亲扔下我和父亲,跟个男人跑了,父亲含辛茹苦独自抚养了我几年。 我十岁那年时,父亲问我想不想要个妈妈,其实我心里是不想的,但看到父亲一个人又要干活,又要照顾我,每天都那么辛苦,我真的于心不忍,强忍住委屈笑着答应了。 没多久家里就来了个女人,成为了我的继母。 继母白天跟住父亲去的里干活,回到家就洗衣做饭,而且对我也非常好,简直把我当亲生闺女一样对待,使得我对她的偏见也越来越少了。 村里的人,看到她为了我家,任劳任怨,对我妇女俩无微不至的照顾,都称赞她是个好女人。 我念中学时寄宿在学校,继母主动提出和父亲去城里打工,要多赚点钱将来供我读大学,而每到周末我回家时,继母都会从城里买很多我喜欢吃的菜回来做给我吃, 说我正常身体,而且读书用脑多,要多吃点好的。 因此,继母就和父亲这样辛辛苦苦地把我攻上了大学,她在我家从未过一天好日子,整日地忙着赚钱,我真的挺感激她的,为了我们家,付出了太多太多,我那时心里也暗示,将来赚钱了,一定要保达她。 大学毕业后,我进了一家公司上班,也是在那里认识了男友,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,使得我深深爱上了她。 男友什么都好,就是家里穷,听她说她母亲身体不好,就她父亲一个人靠种地维持家里的生活,这些年她读书的钱都是父亲到处借来的。 其实我对男友家的条件根本就不在乎,我只是担心继母和父亲会不同意,毕竟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女儿嫁得好,谁也不愿把女儿嫁给一个这么穷的人家,因此一直瞒住他们不敢说。 一次,父亲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我很久没回家了,继母很想念我,让我回来一趟让她见见,于是我请了假就踏上了回家的列车。 回家后继母跟我聊家常,就问到了我感情的事,问我找没找男友,我支支吾吾了半天,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她,我没想到她不但没反对,而且非常高兴,还说只要是我认定的人,她都举双手赞成,还让我尽快把男友带回家给她瞧瞧。 我也不敢态慢,没多久就把男友领回了家,一切都很顺其自然,继母和父亲都非常满意。 可转瞬瞧,可转瞬瞧,让我尽快和男友结婚,让我特别好奇,但我也是铁了心要嫁给男友的,既然继母和父亲这么赞成,随时结婚都可以。 双方父母见面后,一切都水到渠成,继母和父亲什么条件都没开,让我更对她尊敬和崇拜了,继母把我和男友的婚期定在了三个月后,时间比较仓促,但她说那天是个特别好的日子,我和男友都欣然接受了。 出嫁那天,继母交给我一个存折,说是给我的嫁妆,我打开一看,居然足足有十万元,她说这是她和父亲多年打工机攒下来的,还说一直把我当亲闺女,闺女出嫁,做母亲的当然要让闺女风光嫁出去。 那天我哭了,那天我哭了,扑进她怀里,第一次改口喊她妈。 她随着咳嗽了一会,我问她,她说是感冒,不要紧的,让我别担心,我也就没在意,就叮嘱她多注意身体。 三天回门时,我和老公买了很多礼品回去,可是走进家里,却发现继母躺在床上,一副很痛苦的样子,垃圾桶里的纸巾上还有血。 但当她一看见我的时候却脸上带住微笑。 我赶紧问父亲到底怎么回事,原来才发现继母半年前查出了癌症,最多就是一年的寿命,继母想亲眼看住我出嫁,因此才会这么急让我结婚。 我跪在地上失声痛哭,质问父亲为什么不带继母去医院治疗,父亲说继母知道这个病治不好,花再多的钱也是于事无补,死活不肯去治疗,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,还让父亲跟住他瞒住不告诉我。 我的继母,为了我,辛苦了一辈子,等我有能力报答他时,他却将要永远地离开我,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,都在替我住想,多少个夜晚,我回想起这些年继母的点点滴滴,都会掩灭而泣。 之后的日子,我把工作丝了,住回了娘家,静心陪伴她度过最后的时光,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,每天虽然被病痛折磨,但我知道,她的内心是很满足的。 她临走的那天,脸上都带住微笑,可以我的泪水,却早已模糊了双眼,抱住她痛哭。